字幕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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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阿Man 今次和大家分享如何拍油票 在拍摄前 我们必须搞清楚两件事 1.拍摄的是什么油票 是要拍一枚还是一大板邮票呢 邮票的设计和印刷是怎样的 因为这样牵涉到事前的准备功夫 和灯光的设定 怎样去突显邮票的特质是很重要的 第二 就是相片的用途和规范 譬如 如果只是在网上平台展示的话 影像就不需要太高的假象度 但是如果用来制作精美的画册 甚至将它放到很大的呢 那要求就高很多了 而最终的成品展示详细资料 最好都能够预先知道 那就万无一失了 影好一枚邮票 和拍摄任何的创作 流程和态度都是一脈相成的 只要认真和用心 那去做 大家都一定做得好 拍摄注意的事项 第一 造型准确 油票的环值比例要准确 不变形 需要注意的就是放置油票的平面 和相机感光的平面必须完全水平 需要用水平尺去检定清楚 如果要求变形或者夸张的创作 那就另当别论 第二 色彩精准 颜色要真确 相机的设定 色温和照明灯光的色温要统一 当然不要有反光 和避免一些周遭的环境色彩污染 曝光必须要准确 而后期制作的色彩管理 也都是严谨地跟进好它 第三 清晰细致 必须选用恰当的相机 和近攝镜头 对焦准确 光圈不要开太大 最好用上F11左右 第四 质感理想 我们必须要交代出油票 不同印刷技术 和不同质量的特性 一般的油票 打45度角光 加上反光板 就应有不错的效果了 而90度 当然就是创建阴影 适合一些刁板的油票 或者有文理的材质 击凸和压花的印刷都合适的 而逆光135度 就适合拍摄油票纸上的水印 而烫金的油票 就必须用上反光板 在镜头旁边 去反烫金位了 这次主要用上方便的家居手机版本 拍摄示范为主 另外是附上影楼版本作为参考 家居手机版本 拍摄的设备 1. 相机 iPhone 12 2. 照明 一支现在家室的台灯 3. 普通的脚架 4. 一把水平尺 5. 几本口书搭在一起 随时改变高低和移动的位置 方便拍摄不同大小的油票 6. 三张A4大小的白色 厚卡做反光板 7. 一把小甲 用来夹油票用的 影楼版本的设备 和家居版本大同小异 只有头三样不同 相机是用了Nikon FX 加105mm的Marco Lens 或者是一支28-70mm的变焦镜头 灯光是用一支Bowens GI400 加上Honeycomb 3. 脚架 之外就加上一个闪光灯的触发器 其他4567都是一样的了 摄影是一门沟通的艺术 摄影师藉着拍摄的影像 和观想者进行视觉交流 影像是否有素说力 完全依赖摄影师的创造力 和執行力 另外 和观想者有否 视觉上的共通寓意 游为重要 若有的话 定能打动人心 望大家努力发掘 各表所长 一起加油 分享到此为止 欢迎留言讨论 和分享给摄影同好 足影技慢进 创意无限 健康 平安 下次再会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